基隆市环保局一辆垃圾车日前进入焚化炉的时候 碾过了一只躺在路中的黑狗 监视器画面曝光之后引发热议 甚至有人质疑是不是蓄意的 基隆动保所在今天约谈理性驾驶之后 以涉嫌违反动保法将它移送法办 黑狗侧身躺在路上 但一辆垃圾车经过后 黑狗突然反应激动 试图要站起来 最后只能拖着后脚爬进一旁草丛 事件发生在基隆天外天焚化场 监视器画面曝光 引发热议 更掀起质疑声浪 怀疑驾驶是否故意压狗 如果中间链 这个转弯链是只有死角上 对啊 如果刚好它躺在死角上的话就 消息传开后 其他司机说 上坡弯道确实可能出现死角 但真相当事人最清楚 基隆动保所8号约谈理性驾驶 他声称当时车速不快 没有注意路上有狗 但听到哀嚎声查看时 已经没有看到狗 已经进入焚化场 保全证据了解实情 该名驾驶目前已暂停职务 黑狗受伤后下落不明 环保局也展开追寻 至于造货的离心驾驶 对于意外深感后悔 全安将一斗拔法 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得蔡志恒 金融台湾报导